不过七天后会爆发丧尸病毒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你会怎么办 你在安全屋里 轻松撑到了丧尸爆发的第一周 然而就在今晚 大批的运输机居然空投了武器 小区业主拿到武器 居然直奔顶楼的安全屋 完了 老妈慌张地说道 他们不会都想住进安全屋吧 却被你指责他想法太保守了 作为经历过一次丧尸病毒的人 你甚至末世里人心有多黑暗 还逐渐来想太多了 他们会抢光物资 然后你们一家甚至会被扔出去喂丧尸 老爸紧张地问你怎么办 你表示只是先跟对方交涉一下 业主们带头的不是别人 正是健身博主 他扫了眼安全屋 然后叫着让你开门 如果你主动开门的话 安全屋的物资还能大家平均分配 否则他没法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你气得想杀人 通过监控跟他对话 问他的良心是不是狗吃了 之前外来车队过来捣乱 还是你给了他物资救了他 结果这货现在带头来抢你物资 好歹你俩之前就是认识的 健身博主一脸的愤慨 说大难当头 你应该大气一点 而不是这么自私 你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闭脉不鸟塌了 爸妈和张小泉都懵了 你却一脸的自信 紧接着 门外就是一阵霹雳啪啦的响声 监控是最先被打碎的 紧接着就是炸门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是 这扇门是你定制的 无名后拳金属胶住的 就连四周的墙壁都镶嵌了钢板 别说自弹了 就算是手雷都炸不开 门外所有业主都门了 空头扔下的子弹都射掉一半了 结果也只是在门上留下一堆弹孔 而这是你走到门边 对外说 你提前就给了健身博主一堆物资 他怎么还来问你啊 哇 你使得这招借刀杀人简直太妙了 这种圣母表 既然忘恩负义 影响你的安全物 那就要除掉 果然 你这话一出口 业主群的气氛顿时就变了 大家看健身博主的眼神 变得诡异起来 吓得健身博主连忙解释 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你正睡着觉 被老爸叫醒了 说是水循环出问题了 你俩到了天台 发现养的鱼苗居然死了一大半 查了半天 发现问题在下的鱼饭 不知道为什么今晚下的是酸雨 你上辈子没出现过这种事 但为了安全起见 你还是决定先不用水循环 反正安全屋备了很多饮用水 短时间内够用 下半夜小区出事了 你就听到楼里面一阵杂乱的响声 然后砰的一声 几道人应从高处坠落 摔死了 是被人故意推下去的 其中就有那个健身博主 可能是你的挑拨理解起作用了 业主们起了内讧 紧急了 老妈和张小泉同时发烧了 老爸却沉着脸说是水的问题 他们两个之前都喝了水 循环过滤的水 吓得酸雨被他们喝了 老妈是退休护士 察觉到不对劲 没多喝 所以情况还好 早上就好得差不多了 倒是张小泉有危险 他全程处在昏迷状态 整个脸都变黑了 老妈检查过后 判断是水之有问题 毒素在张小泉体内极具堆积 不仅快排除的话 他活不到三天 听到这话 你可惜没跟他处处关系之外 倒也松了口气 死了也好 省得你麻烦 然后张小泉中途醒来 迷迷糊糊跟你说了几句话 是让你变了脸色 他估计是神志不清醒 藏在心里的秘密 不禁大脑思考 全被抖出来了 跟你一样 他居然也是重生回来的 最恐怖的是 你上辈子只坚持了十几天 而他坚持了半年 你赶紧问他为什么要跟着你 既然上辈子能撑半年 这家伙简直就是一栋的生存手册啊 张小泉明显很虚弱 嘴唇颤抖地说 因为你是 话还没说完 他要昏迷了 而这场面也是爸妈没想到的 问你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你打开地图 最近的一家医院在三公里外 不远 老妈是护士 要想给他清创排斗 必须要借助医院专业的仪器 你让老爸守家 带上老妈和张小泉医院走一趟 要不是为了张小泉身上的秘密 你绝对不会为他冒想 想到这 你狠狠地欺了他几口 还觉得亏大发了 临走前 你把安琪拉也带上了 奇怪的是 这家伙居然主动跟在你后面 不知道他在想啥 你在丧失病毒爆发前 就在楼下的空地上 藏了一辆越野车 现在发挥作用了 趁着越黑风高 你第一次走出了安全屋 一脚油门狂飙了出去 但你并不知道 在黑暗中 无数双阴险狡诈的眼神盯着你 悄悄地跟了上去